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Kenny 今次又來到屯門99commerce 過來參觀這個Figure 開幕了 終於開幕了 那我就說話了 好 我們現在正式開幕了 今天Kenny就是 之前拍完照片 今天就是拿成品的 我們拍一下 看看出來的效果 好立體 差一點 質地不錯 挺好餓 我們做了很多個來的迷你版 因為有一群粉絲都想買你的Figure 好 我們來看看其他Figure 今天反正來到 有不同的顧客群都會找我們訂製一下 好像這個小朋友 剛剛出生的兩個父母 帶他們來紀錄花 有些就是 八日宴的那些拜切 那就是小朋友 那就是八日宴的 還有一些 養小動物的 都會有的 都是高度還原的 他的顏色 還有他的比例 還原度 都是達到九成以上的 還有現在最近有很多畢業的小朋友 都有一群家長來做的 因為他 很多都是有拍照 那他們 小朋友成長的時間 就很快 所以他們都想有些不同的紀錄方式 就有做一些立體Figure 我做擺設 好 他就笑了 好 OK 好 OK 看一看 Defigure有什麼尺寸的 我們現在有四個尺寸可以選的 就是9cm 就是最小的 然後就到12cm 然後就15cm 還有最大的18cm 那越大的精細度就越高 但是有些人就 小小的做擺設 這樣就每間9、12cm都有的 價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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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就新開的 我們就在推廣價的 9cm 我們就做349元 那如果12cm 就做599 然後再大一點 15cm 就做1279 那再大一點 18cm就做2479 可以 可以 什麼人你做 通常就很多家長 帶小朋友 或者BB 那有些就是 養寵物的人 就會帶自己的狗仔 貓仔 這樣做擺設 不過我們寵物 就一定要跟人一起拍的 就不會單獨拍的 就抱著或者在旁邊拍的 那最推薦是什麼尺寸呢 其實最推薦 我們都推薦 如果小朋友做9cm 就好像這個效果 其實都做擺設 都多人喜歡的 那如果成人或者一家人拍 我們就會建議做12cm 那那個 給LINE出來 就不會太小 我覺得都是大隻一點 18cm好一點 是嗎 是 不過呢 有些注意事項 我都提一提 就是戴眼鏡 不可以 跟著還有 高跟鞋 太幼的飾物都不可以 還有 啊 沙裙是不可以的 就是好像 沙色的裙 那些都是 3D打印是暫時做不到的 還有反光的衣物 都是 都是 都是不可以的 還有我們都不建議 別人穿全黑的衣服 穿一些 顏色一點 那出來的效果就會好看一點 還有 還有呢 家長都會幫小朋友拍攝畢業照 因為小朋友都是我們 現在 比較受歡迎的群組來的 因為小朋友成長的 時光很珍貴 所以很多家長除了拍照 現在都會 用這個造成形式的方式 來做一個不同的 回憶的方式 就是這樣 看完這裏的形式 我覺得都是蠻特別的 都做得蠻仔細 好可憐 好可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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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謝謝 謝謝 我們 ă 你很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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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大 我回來了 我以前就是那個白不可樂 對 他在這個地方 你很快 你很快 再放上 再放下 再放下 OK 好 好 好 可以了 OK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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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